今天是個很不一樣的企劃 我們今天要去晨跑 因為我們幾個比較好的朋友約了要去晨跑 我想說 可以跟大家記錄一下晨跑到底是怎麼樣的感覺 不然 我們每次都是白天或是晚上在錄影 其實現在也算晚上啦 我們先發動 哇 早安六三 嘿嘿 你看現在是早上4點18分 那我們現在出發 跑一跑剛好吃個早餐 所以走吧 我不習慣出門的時候天還是暗著我們已經到了 啊完蛋了 大樓保時捷就回答病室 我真的 阿倫到了 可是他跑去加油 你現在要看一下大樓已經到了 就只有我跟阿倫開六三 事實際上都開保時捷 所以今天我們是墊底的 因為我們一定追不到 這樣是不是就像倒血 我印象中是倒血 我們要開始被海放 對啊 慢慢開足 我們是兩個小時大 大樓發動好了 然後我們要出發了 依照慣例我一樣把我的鏡頭給付駕 因為這樣行車安全嘛 好啦到車走吧 我絕對不要跟第一個 他們現在這樣開發 他們上賽年很長 所以 而且他們的車本來就比我們的車快 所以 光這一點他們就佔用事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 努力的追的話 也不一定追到啦 完全不見 對阿私下有人在哪 我輪胎底了欸 我剛剛那個輪胎極限欸 這哪一台在放啊 說話 哇 我們剛剛小跑了一段 然後我們現在停在這邊 當休息帳 我們在編排 說看 我們到底誰要排什麼順序 你看 後面那組要進來了 開太快了吧 好噁 他們超噁了 等一下跟你聊 好剩下的人都到了 我們 去跟阿倫小聊一下 走 我剛剛刮爆欸 就是 剛剛不是有很多這樣 對阿 後面一直狂刮 你知道 我等一下跟你們好了 他們前面那組 我的技術可以 但是我的車不行 你去聞我的車 煞車瓶已經爛了 已經爛了 你去聞味道 那味道超重 聞到了啊 然後我問你喔 正常 63引擎溫度多少算過熱 正常63引擎溫度多少算過熱 引擎要125以上吧 這我剛剛開到多少啊 130 真的我跟不上 你要改散熱 我技術可以 我車跟不上其他車 好他們 他們速度組了 跑他們的 阿我跟阿倫就是 慢跑組的 今天是來悠閒的看日出的 我們把引擎關起來 他們又要出發了 然後 這次我真的要電後了 好我們真的要出發了 一樣 鏡頭交給副駕 然後 各位剛好看儀表板吧 我的 油溫是105 剛開在130 因為雖然對我來講 這次慢跑 但對這次來講 這應該也算極限了 欸感覺如何 還可以吧 還可以吧 蠻慢跑的 只是方向盤容易卡住 對喔 小心一點 不要勉強 對啊你現在有方向機的問題 不要太勉強 我現在可以先放掉手機嗎 對啊 還有什麼 哇 剛剛那段太扯了 我沒有路 因為 比較累 所以要專心一點 你看後面的人都沒跟到 然後前面的在那邊等 然後我是算中間 我剛剛自己開的好柴都還蠻舒服的 那先過去兩個天 到了到了到了 剩下都到了 水囉 幹好累喔 不行啦 我直接放給你了 沒問題啦 我剛剛超車應該還好吧 你一超我車 直接滑起來 我嚇到 我剛剛會超車是因為 我忍不住 就是因為我一直熱衰竭 然後他的煞車點 你的煞車點我抓不太到 所以我就直接幹 我不行我會撞到你 我就衝了 我超怕我撞到你 沒有我不是煞車點怪 是我直接放掉 我直接放鬆 然後 我剛剛直接開S 就是不然開 對不起 我跟那個臉皮膚這樣開 舒服吧 OK吧 然後然後 然後我一超他車 第一個彎就滑掉了 對 我剛後面看 哇幹 結胎 可是我沒有月線 我滑了我沒月線 你超守規矩的 差一點點 還沒碰到雙方線 我都過了 欸 沒有違規 不錯不錯 好啦那 隨著 前面也已經沒山路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城跑 已經到這邊結束了 原本是全體要去吃早餐 可是 老實說有點累 所以我要自己攬回家 然後睡覺 然後一路睡到晚上 然後晚上 南修還有車聚 所以我們先 就在這邊卡掉 然後我們晚上見 拜拜 好 那我們時間快轉到晚上 你還會 這是真的晚上 我們今天白天直接跳過 只有凌晨跟晚上 那我們現在 終於到成衣汽車 WOW 好 我們現在到成衣汽車了 然後我的其他車都在裡面 阿倫也在路上 我們換好車之後 我們四台車要直接去籃球 我今天籃球很大場 超大場的那種 好 我們先我們先下車 阿倫現在也到了 對啊我要到了 到了到了 然後我要回家了 所以差不多差不多 拜拜 好 那我們現在把車移移 我們就可以出發了 我剛剛超亂的耶 剛剛一堆車在那邊移來移去 終於移到上我這台了 而且很尷尬的是 我這台沒有倒車顯靈 所以我開得有點怕怕的 因為 這台車的後面其實不太好看 它的視角沒那麼好 好啦 我們先出去再講 剛剛一開出來 看他們排這個陣仗就好帥喔 你看 三台為登 我們這樣剛好一排 可以到阿倫那邊耶 哈囉 嗨阿倫 三台63又有合體耶 M6是來亂的啦 我運氣也太好了 一上路就遇到SLS 而且好像是Miche design套件的SLS耶 超帥 好那我們現在剛上國道齁 欸 Power按鈕該按下去了吧 走了 哇 哇 我跟你講 這台車的聲浪雖然很小聲 但是真的很好聽 因為 原廠M6的聲浪 它不是那種炸出來的聲浪 它其實有那種層次感 它是有厚度的 可是很多 改管之後的 這顆引擎的車子 他們都會有一種 就是車子會整台車變得很尖 它不會像 這台車一樣有那種原廠的厚度的感覺 所以真的很讚 哇 到了到了 我發現今天真的完全沒有位置停 有夠誇張的 完全就是站滿了 沒有給我們停車的空間 今天車子應該是我很少來南修 可以看到這麼多車的一天 而且 不是只有車具的車耶 就是今天剛剛課也特別的多 哇 這個禮拜六是大到處去玩喔 喔 我們到了 下車吧 今天真的超級多人喔 我們剛剛去看看有什麼車 我剛剛看到一堆超跑 剛剛我開過去 然後我開窗戶 然後有人就說 幹 雜貌開的耶 哈哈哈哈 他真的也沒有 這看到Rita沒有幹 就雜貌開的 可能是因為Rita沒開窗戶吧 哎唷 發叮了 可是重點是 那台G63直接 把車開下去 哎唷 咖哩啊 兩台G63 而且來台灣Edition 今天 今天 今天車子很多 而且剛剛還有看到 這裡 555 好啦 中頭戲來 一排超跑 超跑多到我都錄了吧 不講話了 這好像是我第一次看到 銀色的EURUS 銀色SY 帥不帥 對啊 好像在美國國際耶 哈哈 好噁的屁股 欸這排全部都超跑的 而且想要真的好好看 這年頭要找到 這麼乾淨的63 應該很難 我一一覺得很奇怪 就是那個 UTI 有一台63 欸你看 螢幕裡面看這整個都白了 可是實際上是黃的 這顏色跟我們一個隊友的 一樣顏色 真的 而且 而且後期也幹快 然後是那個 5.5V8的 Tune Turbo Holy shit Corect CC Corect 好啦 那基本上裡面的停車場人應該也少一點的啦 所以我們打算集體去移車 移車剛好可以順便RUN一圈 好 車子夠熱了 走吧 好小聲那台車喔 我明明踩到底了結果還是沒什麼聲浪 好慘喔 好啦 在這離改館應該真的不遠了 不然真的太小聲 什麼都聽不到 我已經把MOMENT搞懂了 感謝各位留言 他這樣就縮起來了 好 那剛剛看到那些超跑走掉之後 我們車隊也覺得 今天就接近尾聲了 時間也不早了 現在已經1點半了 看到那個時鐘的煤 所以 今天真的是很難看 就是忙了一整天 早上4點起來跑山 跑一跑 一路到晚上 忙到1點半 今天真的是全部都跟車有關耶 那希望各位觀眾喜歡今天這樣子出去玩VLOG的形式 我們盡量的把跑山的過程紀錄下來 然後 下午也是把我們車举過程紀錄下來 今天南修真的很多車 從超跑到JDM 到歐洲德系 什麼AMG MPOWER 今天真的很多車 多到 我們走到很累 所以 現在已經很累了 所以 希望各位喜歡這一集 那這集就到這邊 那 如果你們喜歡就先按個讚 然後想要看到我們做什麼其他事情的話 就這邊留言 持續追蹤我們壓力車庫完成的過程 各位 訂閱下去 我們這集就到這邊了 那 在結束之前我們最後一台 來 Let's go 好 各位再見 對 那個 Power按鈕沒有按 所以看起來比較慢 我只是想要聽個聲浪 因為 按前定義嘛 好 各位再見 拜拜